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爱情·克莱德曼钢琴曲选集课堂》,我是王欣怡。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讲解这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新音乐曲选》。 这本书精选了克莱德曼50首非常好听的乐曲。 通过学习这本书的曲子,能让我们钢琴演奏更加富有情感,悦耳动听。 关于这本书的正版乐谱,可以在我们《新爱情》的公众号购买。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解B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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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大家呢 首先可以听到在B段当中 有一个重复的片段 也就是有一房子跟二房子 那么它弹奏的方法呢 就是从B段的一开始 先弹到一房子结束 然后呢再从B段的第一小节 弹到一房子之前的小节 之后直接跳转进二房子 在这里呢 这样的反复的方式 以及顺序 大家一定要能够记住 那么B段开始呢 大家可以感觉到 虽然节奏型与音型 与前一个A段基本类似 但是呢 由于音高的身高 它的色彩呢 可以相对更明亮一些 那么同样 重点呢 也是双音进行的三连音 以及与左手的三对二的对位 那么在双音弹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指法 来保证弹奏的连贯性 像M和Do 大家可以按照 谱面上标注的二五指 也可以用一五指弹奏 接下来的前十六后八 可以按照谱面上 一三二四 也可以按照自己习惯性的 二四三五 这里的双音进行呢 要慢练 第一个要保证 同时两个音 同时落剑 既要连贯 同时要保证 两个音落剑的同时性 那么接下来呢 整体的肢体 包括旋律呢 都与A段类似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 也是在弹奏乐剧的时候 要有一个整体的呼吸 那么在一开始呢 这里的色彩 因为比之前A段 要更加明亮 所以呢 是以一个MF开始的 这里可以有一个键入 键强 这里这个小节 可以有一个明显的键入 键强 这里呢 在弹奏的时候 既要有一个明显的键强 同时呢 又要弹奏出非常坚定的感觉 那么这里呢 同样跟前面类似 也是一个16分音符的进行 这里需要注意呢 它的临时变化音的升降 有声发 有还原拉 有还原息 所以在弹奏的时候呢 一定要食谱的非常准确 那么这里呢 是需要先有一个键强 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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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弹奏的乐段 一定不能用相同的力度来弹奏 一定是要有层次 有对比性 所以呢 这里是第二个 锤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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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右手呢 有一个高八度的记号 那么这里整体的节奏 包括整体的力度呢 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声高 然后这里呢 右手可以有一个稍微的渐慢 只要在最后四个音 那么这里呢 也是在这一小节当中 第二拍呢 是有一个三连音的二三对位 那么最后一拍呢 也是有一个切分音 这里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准确 接下来呢 是一个左右手同步的十六分音符进行 这里呢 就是一个高潮部分的前奏 这里同样也是最后四个音 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渐慢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小节呢 节奏型 右手的节奏型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呢 就要有弹奏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个一问一答的感觉 前面的一个小节 好像是在问一个问题 那么下一个小节呢 是要给出一个回答 一定要注意在弹奏这种 音型相对一致的部分呢 一定是要弹出层次 弹出前后两者的不同对比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从二房子开始讲地段 二房子呢 是地段前边的一个中转小节 那么在这个小节当中 我们要持续的坚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看到D段在一开始有一个调号的转变 也就是开头说的从降E大调变成了F大调 那么在整个D段当中只有一个降号也就是降C 所以大家在识谱的时候一定要准确要仔细 那么在D段当中它的节奏型与前面基本类似 都是有一个二对三也就是左手八分音符 右手三连音的这样一个对位方式 那么在弹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二对三的部分都要单独练习 那么在二对三和前十六后八当中呢 我们要区分的非常仔细 那么在整首也就是这首曲子的最后一个部分 可以看到有一个右手的十六分音符加上 左手的十六分音符交替进行的这么一个部分 那么在弹奏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一定要保证手指的颗粒性 每个音要特别清晰 同时呢要弹奏的非常连贯 中间不能出现空白 左右手交替的时候呢也要非常及时 那么整个地段呢 我们知道情绪呢是非常高昂的 从一开始就以强进入 但是呢在每个乐剧当中呢 可以有些微的健强或健弱的细小的转变 细小的差别 但整体的情绪呢是非常高昂非常激进的 那么在最后一个小节这里可以看到 是征收曲子的结尾部分 那么这里呢可以有一个相对的健弱以及健慢 这里需要注意的呢是 踏板要从倒数第二个小节 一直踩到最后 这里呢不要松开 那么在前面的部分呢 只要按照普面上标注出来的 踏板记号进行及时的更换就可以了 好的 这首曲子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希望我的讲解能够让大家轻松的学习 早日演奏全曲 我们下期再见 心爱的琴就在心爱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